权威代理雇佣案件解决劳资纠纷 请找妹021-254-2903 建议老年朋友们千万不要心疼钱 在无聊的时候大家可以多买这五种零食来吃 因为这五种零食不仅营养又解馋 而且常吃还能显年轻 第一种黄桃罐头 随着年龄变大 肠道的蠕动能力变慢 此时不少老年人在下午都不想做饭 或者中午午睡之后口里没味 此时吃上一瓶黄桃罐头 不仅可以开胃 而且还能够促进肠道的蠕动 而黄桃还是一种维生素C含量超级丰富的水果 中老年人常吃能美白养颜 对皮肤特别友好 所以建议中老年人隔天就吃一瓶黄桃罐头 第二种牛肉干 牛肉是比较昂贵的一种肉 很多中老年人都不舍得买 更不舍得吃 牛肉具有益气养胃 强筋健骨 促进肌肉生长和修复的功效 多吃牛肉可以使得腿脚更有劲 而女性多吃牛肉干可以补血养颜 使得女性看着更加年轻 牙口不好的人也可以吃点牛肉干 从而使得牙齿的咀嚼功能更强大 第三种 龟邻高 随着年龄变大 不少老人的代谢能力也会变差 不吃辛辣油腻的食物都会容易上火 所以可以经常吃一些滋阴润燥 降火除烦的食物 比如说龟邻高 就是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吃的零食 每周吃上一到两罐的龟邻高 不仅可以滋阴润燥 降火除烦 而且还能防止便秘 第四种 福林高 很多中老年人特别喜欢吃一些糕点 但是不要买特别甜的糕点 因为甜食吃的太多 会诱发高血压 糖尿病等等 所以可以选择一些不太甜的糕点来吃 比如说福林高 它不仅具有很好的驱失的功效 而且还具有助眠的功效 长期湿气重的中老年人 可以适当地多吃福林高 第五种 大虾肝 人到中老年 一定要多吃一些高钙高蛋白的食物 比如大虾肝 它不仅是高钙高蛋白的食物 而且还含有丰富的铁锡甲等营养物质 每天吃两只干大虾 具有延年益寿的功效 平时吃两只大虾 坚持半年 你会明显的感觉到体质变得更好 大家买大虾肝的时候 不要买太多 一次买一到两斤 吃完再买 因为大虾肝放的时间太长 口感会变差 建议中老年朋友们 千万别心疼前 黄桃罐头 牛肉肝 龟苓膏 福苓膏 大虾肝 这五种零食 该吃就吃 营养 又解馋 常吃 显年轻 我是东方 祝您健康 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